2月1日,河南省纪委监委消息 周口市原市长岳文海涉嫌严重违法 目前正接受河南省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履历显示,岳文海于2011年12月至2012年5月任周口市代市长 2012年5月至2013年4月任周口市市长 2012年3月,周口市提出并赠改革 平调耕地上300万个坟头 平坟运动从当年7月开始到2012年下半年 周口平了200万座坟 其中不少坟是强行挖掉的 时任市委书记文徐光,市长为岳文海 平坟运动结束之后 2013年4月,岳文海辞去周口市长职务 2021年,徐光因犯受贿罪,逼审被判11年 2013年,徐光因犯受贿罪,逼宫被判11年 我这个月庶判11年,徐光因犯受责辈 2020年,徐光因犯受责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